哈喽大家好,我是太雅 之前我们盘点过 只有开服大佬才能拥有的绝版随从 但是还有一些珍惜物品 连这一次玩家都没有 今儿就让你再一起来盘一下 渠道服 用一些令人厌禅的西游时装和随从吧 收音机 众所周知 第五里面最喜欢出一些拟人玩偶 比如小米的新随从收音机 装饰着卡通图案 头上还有个小风扇 局内还跟着我们转圈圈 这人太可爱了 炮服你听说过吗 顾名思义 一个圆圆的电灯泡 配上小蝙蝠翅膀 英勇宝渠道服的随从 炮风又这么可爱 这透明的小灯泡 好像是一个气球飘在身侧 是不是像活过来的灵感 围绕在你身边 这也太残忍了 说起残忍 怎么能少得了爆米花 甜甜的爆米花 配上灵动的双眼 围绕在我们身边 周围还漂浮着点点荧光 可惜啊 只有跑游渠道服的宝贝 才能拥有 相信有很多宝贝 最先拥有的随从 就是蓝色蝴蝶 那绿色蝴蝶你见过吗 专属于OPPO渠道服的绿蝴蝶 充满了生命力 好像一个绿色的精灵 给球人这么的庄园生涯 增成了一丝活力 说了那么多随从 我们的时装也不能拉下呀 开服现任的前方 两个现金皮肤 当然都是蓝皮 但是剑魔可一点都不输紫皮 首先是前方大宝贝的运动服 也说还真合适 把给人家的身份 感觉也现现了出来 就是全黑的运动服 是个美少年 看看马尔塔的运动皮肤 哎呀呀呀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下 这都不觉得太帅了吧 姐姐我可以 就是没了帽子的空军 看起来总真的 闹得上面少了点少 最后一个 当然就是备受争议的 化妆女郎了 要说这款皮肤 见谁是第五恐怖皮肤的巅峰呀 不过化妆女郎 好像只能是自己 至于被追击的求生者 看到的就是穿上红衣服 变得更可爱的女儿了 那保安最喜欢 哪一款渠道服的限定物品呢 快关注论 搞得最练吧 先换个人渠道服的限定物品呢